作为全球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50年来,OTC一直秉承着合作发展、分享交流的原则,成为全球海洋装备领域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加强交流与合作,展示产品与技术,分享经验与智慧的重要舞台。 指此行业盛会开幕前夜,北京中船咨询有限公司携手樱头上海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美国能源咨询公司。 于4月29日晚上,在休斯顿联合举办第二届OTC海工之夜论坛,为全球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链上的各方人士搭建交流沟通的平台。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总领事李强民应邀出席了论坛并发表演讲,他表示,最近的油价不断上涨,对海工行业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 随着中国海工行业近年来的加大开放与投入,技术力量不断创新,尽管同欧美发达国家的海工技术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进步十分明显。 也希望海工行业的专家利用好这次论坛,充分交流,务实合作,能够取得成效。 同时,李强民总领事还特别强调,最近受到世界关注的中美贸易纠纷,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他指出,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位和第二位的经济体大国,合作基础雄厚,贸易额巨大,互补性极强,合作规模也越来越大。 因此,两国之间贸易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和纠纷,有些问题由来已久,贸易赤字问题属于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一言难以概括。 因此,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但采取贸易战一蹴而就的做法,注定没有赢家。 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希望下周美国财长附中之行能够化解贸易战的危机,重新回归正常的交流解决轨道。 本次论坛以全球海工能源市场技术革新为主题,邀请了中国顶尖船市研究机构首席研究员对市场进行研判,邀请了全球著名油气公司航运企业高层领导对全球能源格局变化进行预测,同时还含阔海工设计、建造企业负责人对经营策略与技术变革等议题。 此外,国际知名海事咨询机构和数据公司技术专家,也对数字化时代给海工产业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解读。 举办方樱头上海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明也表示,这次举办第二届OTC海工之业,论坛非常有意义,业内人士共享资源,共同应对海工行业的严峻挑战。 同时孕育技遇与技术升级。 当晚,李明先生也接受了美南国际电视台的采访。 这是我们Official Intel和中传资讯第二次合作来主办这一间海工之业的论坛。 去年还不叫论坛,去年只是一个晚会,各大领导人参加是第一次。 这次的主题我们是用中文讲的话就是变。 我们的英文主题是Digital Transformer,因为这个行业不管是在国内,中国还是海外,包括在美国是一个非常old school,大家前几年沉寂了那么久,没有很多新的点变化。 那随着现在的数字时代的发展技术到了一个层面,那对于这个传统企业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那这个改变不仅是在业务上,技术上,还且在各种的管理的模式上,方式上都需要改变。 那这次我们的切入点就是变,那Digital Transformer是希望用数字化的改变来帮助企业提升一个管理的层次也好,业务和技术的层次。 那同样借助OTC这个年会,让中外,特别是中美企业在变这一点上,或者在新技术,新领域的变化的这一点上,做一个比较好的交流。 那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的同时,也提供很多相关的咨询,相关的技术上面的支持。 那希望帮助更多的中国海空企业走出来,特别是在海外的市场可以得到更强的竞争力。 这样的论坛或者这样的一个网页可以每年的继续办下去,也得到了很好的反馈。 所以很多中外的海空企业都希望我们继续坚持办下去,那也希望在每次办活动之后,也有更好的项目可以显出,为中美两国特别是中美两国的海空企业带来更好的收益。 感谢观看